加拿大發明家貝爾是電話之父 明年是他發明電話150週年紀念 貝爾不但徹底改變了人類通訊的方式 而且因為本身是聲學家 他一生投放更多時間 教授農芽人士 他在安省的故居 是加拿大歷史為止 印證著電話的誕生 以及貝爾在聲學上的成就 請收睇星期三下午6時45分 昨晚上10時20分 時代雜誌的報導 motivate押忍 臨時代雜誌 臨時代雜誌 申請